安波足球快迅,2021年10月7日,南韓食硬聚里亚,星期四傍晚,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分组赛二继续进行,其中身处A组的南韩,将座阵主场迎战聚里亚。 双方近方形成鲜明对比,南韩连续多仗保持不败,兼且以赢波居多,球队状态相当理想,反观聚里亚连续多仗不赢,兼且以落败居多,球队状态惨淡。 此消比场之下,金仗当然看好实力强劲的南韩拿完三分。 另外,M直播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。 南韩绝对是亚洲足弹的顶级竞里,根据FIF最新一期国家队排名显示, 他们目前排世界第36位,亚洲层面侧排名第四,球队实力之强可见一班。 中观南韩今期大名单可以发现,孙兴文、王二佐, 同同王喜燦等女欧名将息数入选,球队现时战斗力显然有保证。 至于近方方面,上仗击败泥班乱之后, 南韩最近五仗赛事保持不败, 兼且赢足四场,期间狂入13个波之余, 还多达四场保持龙门不失,球队攻防演出相当喜人。 另外,南韩目前在分组赛当中积4分, 落后榜首的伊朗2分,自在争夺分组投名的南韩。 金将肯定不容有失,一纵将是定必全力增胜, 所以球员在战役方面无容置疑。 金将主场迎战实力明显不够几队兼且状态欠佳的 敘利亚,实力强横的南韩, 肯定不会轻易错过再添胜职的大好机会。 虽然顺利晋级到分组赛2, 但敘利亚前两轮分组赛的表现难尽人意, 战职紧为一和一负, 而且其间进攻端火粒无收, 这样的攻击力确实难以威胁南韩的龙门。 另外,敘利亚在人脚方面也是输舌的一方, 他们大名单当中的绝大多数球员都是在国内联赛 或者中东联赛搵食, 在经验方面, 肯定无法跟南韩一众名将相提并论。 再者,敘利亚目前排在世界第81位, 足足给南韩低45位, 这个亦从侧面反映出双方实力的差距。 更为惨淡的是, 敘利亚已经连续四仗各行赛事未尝胜职, 兼且输了三场, 其间球数得失比紧为3比7, 明显入不呼之, 球队目前可谓完全不在状态。 终上所述, 今次哀兵出征的敘利亚恐怕只能失望而回。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,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, 同赞我们的专业。